這樣的情況 明年你老公就很容易會有各種爛桃花出來 就會建議大家在明年要切記切記 讓自己的這個朱雀味 好大家好 快要過年了 過年大家都會大掃除 大掃除的時候是最好整理一整年 家裡風水的時候 明年走假 假年太陽化劑 大家都會碰到的情況就是 會有人要跟你搶著 你人生中本來該被你主導的位置 這個是太陽化劑 在一整年度裡面 有可能會產生的跡象 命盤上面 太陽星是在你的命宫 或者仆裕宫 或者兄弟宫 或者遷移宫 或者官路宫 都會有這種跡象容易會出現 尤其是你的太陽是在弱線位的 太陽在弱線位哪個位置呢 從身開始 身有四害 直 仇 這幾個位置的太陽 現在更容易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有人呢 跟你鬥爭不成 然後呢 在背後就開始出賣你了 那這邊呢 要怎麼辦呢 當然我們有很多方法 從命盤上知道到底誰要害你 或者是說你可以求一些護身的東西啦 我們官網有推出那個油燈你可以點啊 等等等等等等的 有各種各種方法 不過呢 在過年前呢 有一個對自己來講相對簡單的方式就是呢 去整理好自己的居家風水 透過居家風水影響自己的運勢 然後降低這些跟人鬥爭 以及你會得到這個朋友的背叛這樣子的問題 怎麼解決呢 就風水上面來講啊 我們都知道說啊 在風水上面啊 分成四個方位 朱雀玄武青龙白虎 朱雀胃指的会是 我们家门口的那个位置 这个朱雀胃一般也会当成说 你认识的朋友 然后从外面来的任何的伤害 包括身体心灵等等各方面 就外来给你的 以及外来环境对你影响 以及人事物对你影响 都是外来的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要去处理这种所谓的小人 或者是所谓的员工背叛你 或者是说老板出卖你 等等的 其实指的都是在这个朱雀胃上面 因此就会建议大家 在明年要切记切记 让自己的这个朱雀胃 要保持尽可能的干净 你说忍不住要放脚踏车的 忍不住要种花槽的 我都会建议 那个花槽 只要你不是种很大一坨 圆形的 差不多就可以搬掉了 只要是尖尖的都不能用 只要是有任何杂乱都不能用 尽可能的干净素押 你要装什么东西 要放什么东西 建议大家买收纳箱把它装好 要让前面很干干净净 问题来了 哪里是朱雀胃 有看我频道的 大家就会知道说 风水上面哪边是朱雀胃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这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谓的朱雀胃指的就是 你在建筑物里面 从外往外看 也就是说你在建筑物里面 你唯一可以跟外界联系的灌道 所以外面的量能进来影响你 那在古代呢 这个当然就是建筑物的大门以外 我坐在里面看着大门外面 那那个就是出去了位 但是在现在来讲建筑物啊 往往大门打开之后呢 是别人的鞋柜 那一定是啥 不过还好 现在呢 一般人进到家中之后 你跟外面的联系 往往不会是那个门 而是通常 通常是你们家客厅的阳台 也就是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最大对外的那个洞 你可能是个落地窗 可能是阳台 阳台外面的窗户也好 什么也好 所以通常是这个位置 所以你真的要处理的是这一段 大家喜欢在阳台上种各种东西 都会建议大家 尤其是那种种各类花花草草的 颜色缤纷的 缤纷就算了 你还不照顾它 这样的情况 明年你老公就很容易 会有各种烂桃花出来 所以要把它清赶紧 那当然如果你是个人自己住 你希望明年要有烂桃花 你希望明年要有缤纷的桃花 那你可以不要移开 没有关系 不过会有各种人事纷争 你不要觉得说明年是太阳化气 是不是只有男人是会有这个问题 不是 我们常讲说命盘要对应社会 就社会的角度来讲 这一类的事情 确实比较容易发生在男人身上 可是现在是一个男女平权的社会 太阳在你的命盘上面说的是 你自己对于人生的主导圈 所以它是没有男女的问题的 当然也就表示说 你自己在明年的人生主导圈 容易会受到侵犯 那当然我们说了 如果你不是在什么官路宫 迁移宫 命宫 夫妻宫也会 因为非同事宫官路的外面 如果不是这一类的 在什么父母宫 这种 这个还好啦 你爸明年对比较有意见 这个不太需要处理 如果是在这些相对应的宫位 而你要担心有效忍的话 男女其实都一样 都该把自己的足球位 整理的干干净净净 如果说阳台看出去 你刚好会看到有尖塔的 有寺庙的 有教堂的 生锈的冷气 或者是奇怪的烟囱 各种尖尖嚼嚼的东西 那我们就会建议 这边当然你没有办法 去叫人家把那个塔拆掉 住101旁边的 或住行天宫外面的怎么办 你不能叫他塔把他拆掉 那我们会建议 你们可以去买一个小盆栽 把那个尖尖挡住 刚刚不是讲说不要种植物了吗 对不对 这个小盆栽要切记几件事情 叶子要是圆形的 阳台如果是不在室内的 那可以摆 如果是在室内的 也就是你没有阳台 你就是一个落地窗而已 那你也不能摆这一个 那我会建议窗帘拉起来 把他挡住 在明年整体好你的足球位 把该挡杀挡掉 基本上明年就可以降低很多小人 来烦恼你的这样子的问题 希望大家明年太阳花季 都是任何的好处给我们自己 然后都是我们可以让别人花季 不要让很多的小人来打罗门 谢谢大家 那在现在的生活里面 很多时候在风水上面来讲 你的珠缺味打开就是一堆煞 因为建筑的关系到处就有凉 没有办法真的透过风水去更动大的布局 但是在指挥斗术上面 就有了这样的方法 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购买这个布局柱 油灯放上去之后 油灯的祸可以稳定你的心绪 让你的心情跟灵魂静置下来 我们所使用的油 还是水晶进化的优 特别挑选了放冰裂纹的油灯柱 在这个套筑里面 只要写下你所需要修改跟改正的事情 我会亲自帮大家去选择 放在家里哪个方会是比较好的 帮助大家改变自己的命运 另外我们也特别推出了香氛蜡烛柱 蜡烛的功能基本上跟油灯是相同的 差别在于说香氛蜡烛柱 它还融合了精油香氛的味道 可以调养自己的心绪 去引导自己的精神状态跟灵魂状态 如果你希望说再加上香氛的效果的话 那就可以选择蜡烛柱 不同的选择 当然都由我自己来帮大家看这个方位 所以你现在再加上香氛蜡烛柱